台湾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黄默 今天来到立法院 说明有关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进程 当他听到临近的中国大陆传出 今年将会停止使用劳教 黄沐表示这是国际人权界 持续督促中国的方向 如果真正废除劳教 那么将是外界努力的一大步 一个礼拜前看到外媒议论 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血泪求救信 一周后看到中国传出 今年停用劳教 台湾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黄默表示 如果实现这是外界努力的一大步 在中国好学学界还有司法界一些人 都主张会劳教 但是呢多少年来都没有什么进展 美国的劳工组织对这样的奴公的情况 他们就持非常坚定的谴责的态度 中共劳教制度不仅被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谴责 加拿大与美国政府也都和中共签署过 禁用奴工相关协议 2009年加拿大曾联合英国匈牙利等国 建议中国政府废除劳教所在内的任意拘留做法 却遭中共一口回绝 目前中共老教所仍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 访民维权人士 多年来许多人遭受酷刑 甚至失去生命 黄默说 我想到最理想的是给他们赔偿 这个联合国这些年来 也有这样的规判 受到误判的还是错误的案子 还是冤案 应该得到赔偿 中共官媒日前罕见登出了废劳教的文章 但国际特赦与学者也提出 慎防中共换汤补换药 变相延续劳教 后续发展仍待关注 新桃人亚特电视 卢天强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